那我们看现在的社会 看西方的这些国家 他们把什么摆在地下 把经济摆在地下 把工商摆在地下 把商业摆在地下 这是人之所必真的 孟子建梁慧王 孟子就建议梁慧王 把利要放下 把仁义要提起来 你这一个国家社会 每个人都讲仁义 都讲人体讲道德 国家就大智 如果人人都讲利 这个国家肯定为王 这是两千五百年前 孟子讲的话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 我们看见了 可是人能不能教呢 能 人还是很好教的 我们曾经做了 短时间的事业 做成功了 证明古人的话 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在汤匙 办的这个中心 不到半年 效果注注 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们以为 中国传统的 这个教学丢掉了 将近一百年了 要想再恢复 至少 这三年吧 那才能看到效果 我们就想到 四个月 效果注注 真正 证明了 人是教得好的 而且很容易教 那现在的问题呢 他就是不教嘛 就没有法子了 所以这个 这是个大问题 关系 现前的一些灾难 灾难从哪里来的 不是自然灾害 与我们的思想行为 密切相关 感谢